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这个X100边风自驱的充电宝 我们上一期测试视频 各种各样强悍的数据 我们全部都测出来了 还没有看这个视频的 可以去我主页去观看一下 这个充电宝的详细的评测视频 这个充电宝466瓦 我能测出来的最大的同时放电的功率 这个不是虚的啊 这么强悍的充电宝 是不是非常的想看一下 它内部的电路架构 和里面电芯使用的情况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我们这一期视频 就是拆解这一个 边风自驱X100超级移动电源 我们话不多说 开始拆解它 这个边风自驱X100移动电源 看这个结构的话 这上面有四颗螺丝 这一边也有四颗螺丝 应该是可以做到无损拆解的 我们先把螺丝卸下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拆下来的八颗螺丝 拆下来以后 我们先把这边盖子取下来 铝合金的一个侧盖 这个按钮是这一种结构的 大家看一下 同样我们取下另外一边的盖子 这是DC口这边的盖子 这里有一个排线 上面都打满了胶 这是充电宝的功能按钮 这个是用作防水用的一个防水胶圈 把这个里面主板给它顶出来 这是外部透明的一个塑料 非常厚实的 然后这就是内部的模块 卸到这个主板上面的四颗螺丝 卸掉螺丝以后 咱们就可以把这个里面 电池和外壳给它分离 它是推进去的 设计的非常不错啊 这个就是它的铝合金壳底 这个对充电宝的散热是有帮助的 然后这里面就是它的六颗电芯 这个排线是电芯的电压采集线 我们把它取下来 这两边就是充电宝的正负极 这个充电宝主板和电池已经分离了 拆的时候不小心一下子短路 把这个按键的另外一个角给烧断了 这是固定显示屏的一个框架 这个框架材料也是铝合金的 显示屏底下还有一个白色的塑料框架 用来支撑显示屏用的 显示屏排线上面一样打有胶 这一块就是充电宝的全彩显示屏 然后这就是内部的样子 整个板子设计非常的紧凑啊 这个主板PCB非常的厚 工艺采用的是成金的工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边风志愿X100超级移动电源 确实是可以做到无损拆解 整个主板PCB做工非常的顶级 多层PCB加成金的工艺 整机有一个主控MCU控制充电宝所有功能 先进的电池保护芯片 用来管理六串锂电池和DC口的输入输出电流 这里一颗 这里一颗 两颗全集成协议芯片控制两个C口的输入和输出电流 我现在就是从电池端到输出端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的电路情况和元器件使用的情况 这一个充电宝的李电池 采用的是21700的大容量电芯 六颗串联而成 厂家来自成立于1970年 一家在李电池领域居有 丰富的经验和强大的技术实力的公司 三星SDI公司 这颗电芯的型号是INR21700-50S 容量为5000毫安 这是目前三星21700电芯里面最强悍的一个型号 按照官方资料来看 这颗电芯的最大放电电流25安 顺时最大放电电流可以高达45安 这样的参数 这颗电芯好不好 老铁门你们说了算 六颗电芯用裂片点焊串点焊接 外部用透明的热受膜包了两层进行保护 两侧用两层绝缘电幕进行绝缘保护 这一部分电路和这一部分电路 为充电宝的锂电池保护电路 它有保护芯片 线流电阻 NTC热命电阻 保护开关管 等等元器件组成 这颗锂电池保护芯片 私印型号BQ40Z80 来自成立于1930年一家重置 创新型数字信号处理与模拟电路研究 制造销售的跨国企业 美国的德州一气 这是一颗全集成单芯片基于电池组管理和保护功能解决方案的保护芯片 具备德州仪器专利技术用于2-6节串联电池组的可用容量 电压电流温度和其他参数检测 支持涡轮模式2.0 Intel动态电池功率技术 可为系统提供可用的最大功率和最大电流 具备8个多功能引脚可配置为热输入 ADC输入 通用输入输出引脚 LED功能等等 具有可变成的各种完善的保护功能 这个边风之躯X100独特的DC口输入和输出 就是由这一颗强大的保护芯片 配合主控MSU来控制 它支持DC输入功率高达240瓦 输出功率则是高达315瓦 这个咱们前面测试视频有测试到 没有看过测试视频的可以去我主页看看 一颗私音i的自恢复贴片式保险丝 用于DC口的过流保护 这部分电路为锂电池的均衡电路 用来均衡六串电池的单颗电芯电压 延长电芯的使用寿命 提高电路安全性 这个就是六颗电芯的单体电压采集线揽 这是连接单体电芯电压采集线的一个接口 保护芯片的背面 两颗电池保护MOS开关管 私音型号 P035N85GU 来自成立于2013年一家专注于 MOSFIT IGBT等半导体芯片和功率器件的公司 无锡新杰仁半导体 这是两颗可提供高效的高频切关性能的MOS开关管 规格是赖亚85V 内部的导主三号欧 这边一颗这边一颗 两颗私音3000的线流电阻 防止电池在充电或放电过程中电流过大 从而保护电池和电路不受损坏 两颗私音Q的贴片保险 用于充电宝的过流保护 这是充电宝的两颗NTC热命电阻 这部分电路为充电宝 主控MCU的供电电路 采用独立的降压电路的一个设计 为MCU进行供电 这颗六角芯片为降压控制器芯片 私音型号4302 实际型号是TPS54302 跟李宝芯片一样来自美国德州仪器 这是一款输入电压范围为4.5-28V的3A同步降压转换器 芯片内集成两颗MOSFIT 并且具备内部回路补障和5毫秒内部软启动功能 可减少元件数量 搭配使用4E10010VH的电感 组成一组降压电路 利用电阻将电池端的电压降为MCU所需的电压输出 充电宝的主控MCU芯片 私音型号AT32F413KCU7-4 来自成立于2016年一家致力于 推动全球市场32位微控制器 创新趋势的芯片设计公司 重庆亚特利科技 这是一颗高效能微控制器 搭载32位ARM M4内核 配合先进制程有效提升 整体效能达200兆赫兹的运算速度 内建的单精准浮点运算单元 FPU及数字讯号处理器DSP 搭配丰富的外设及灵活的时钟控制机制 能满足多种领域应用 这个MCU支持26KB Flash及64KB SRAM 其闪存存储器执行零等待等优异表现 超越业界同级芯片水平 具体详细信息 有兴趣的老铁 可以去重庆亚特利官网查看一下 这一块则是由MCU控制的一个全彩显示屏 背面有厂家的私印信息 这里一颗LED灯珠用于充电宝的照明灯 由主控MCU控制两颗MOS管 进行控制各种灯光效果 MOS管的私印型号0103Y 这个地方还有一颗 厂家一样的是来自无锡信节能半导体 规格是赖亚100V 内部导主160毫欧 LED灯注射上面这里还有一颗环境光感应芯片 用于LED照明时的环境光自动控制灯光的亮度 这一部分电路为Type-C ECO升降压控制电路 负责140W大功率输入和输出的电流控制 Type-C ECO升降压控制电路电池端电流输入输出滤波 采用片式堆积陶瓷MLCC 贴片电容两颗加两颗固态电容进行滤波 这两颗贴片式固态电容来自成立于2005年 一家专注于电容器研发生产和提供全方位电容器应用解决方案的企业 东莞科尼胜电子 这个主板上面所有的固态电容都是科尼胜的 而且规格全是100V 那压35V 按照这个示印应该是科尼胜AM系列的固态电容 官方网站没有这个系列电容的资料下载 Type-C ECO升降压控制电路电池端的电流采样电阻 采用一颗R005的贴片电阻 Type-C ECO升降压控制电路的升降压电感 这一颗就是合金电感 上面印有logo Type-C ECO升降压控制电路同步升降压NMOS开关管 采用的是四颗NMOS 组成全桥拓普电路 实现高效的输入和输出双向功率流动 四颗NMOS管的型号都是P4045GU 跟电池保护开关管一样 来自无锡的新杰伦半导体 规格是赖压4次幅内部的导主6毫欧 跟电池保护开关管一样 都是新杰伦的D类组NMOS管 Type-C ECO升降压控制电路 升降压控制芯片 4E型号IP2366 来自成立于2014年一家以电源管理芯片 快充协议芯片的研发和销售的公司 深圳应急新科技 这是一款集成多种主流输入输出快充协议的 同步升降压转换器的 理离子充放电管理芯片 充放电功率最高达140瓦 芯片类置IC温度 电池NTC温度 和输入电压控制检测环路 可以根据识别到的充电器功率 智能调节充电电流 支持低功耗模式 类置14比特ADC 可以精确测量 输入电压和电流 电池电压和电流等 具备多重保护功能 确保系统的安全可靠性 Type-C一口升降压控制电路 另外一端的输入输出滤波电容 一样的用片式 堆积陶瓷MLCC贴边电容两颗 加固态电容两颗进行滤波 Type-C一口升降压电路的 另外一端的电流采样电阻 也是用的R005贴边电阻 Type-C一口的输出VBUS开关管 采用的是一颗PMOS开关管 适应型号10P04A 按适应规格应该是 耐压40V的一颗PMOS开关管 厂家的话没有查到 Type-C一口的输出滤波 采用的是两颗MLCC电容 这里有一颗 这里有一颗 和一颗贴片固态电容 一起进行滤波 这一部分电路 为Type-C二口的降压控制电路 负责65W的输出电流控制 Type-C二口降压控制电路 电池端电流输入滤波 采用片式堆积陶瓷MLCC电容 加一颗贴片式固态电容进行滤波 Type-C二口降压控制电路 降压电感 上面有220的私印 就是一颗22W的合金电感 Type-C二口降压控制电路 降压控制器芯片 私印型号XPM52C 来自成立于2001年 一家集成电路综合方案提供商 深圳富满威电子 这是一颗支持多种快送协议 并集成同步降压转环器的控制芯片 芯片内部包含两颗降压MOS开关管 支持输入电压最高31V 和输出65W的最高功率 芯片具有CCCV环路控制和限损补偿功能 芯片外围精简 为适配器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Type-C二口降压电路 另外一端的输出滤波电容 一样的用的片式堆积陶瓷MLCC电容 加一颗固态电容进行滤波 Type-C二口的输出V-Buds开关管 被放置在主板中间这个地方 采用的是一颗MOS开关管 私印型号3065Q 也是来自无锡心结能半导体的一颗D类组开关管 规格是耐压30V 内部导组4.2毫哦 Type-C二口的输出滤波 采用两颗MLCC电容进行滤波 这是充电宝的两个Type-C连接器 外部有塑料的护套进行保护 并且用钢片进行加固 两个内部舌片都是黑色 做工细节都是非常不错的 这一个是充电宝的D-C连接口 内部正负级的金属粗点 都是采用的镀金的材料 这个XT30的接口 做工也是非常不错的 充电宝的壳体采用的是铝合金的设计 这个边缝之躯 X100超级移动电源 这样拆解下来 这些物料成本的话应该不便宜 这也难怪这个移动电源售价会这么贵 一分钱一分货 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 三星最顶级的2170的电芯 主板多层结构加层金工艺 德州仪器的芯片用到了两颗 亚特利科技的MSU 新杰仁系列D类组的MOS管 加上铝合金的外壳 程序员的人工设计等等 这个价格值不值 各位铁粉们 你们说了算 喜欢我的视频的老铁们 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轴起吧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 谢谢各位老铁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